咦 妹妹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故事 是愛漂亮的烏鴉 妹妹你知道烏鴉長怎樣子嗎? 烏鴉就是全身黑漆漆的那個鳥啊 話說有一天 天神召集中鳥 對牠們說 我們決定選出一隻最漂亮的鳥 來當鳥王 這個消息一出不得了啦 所有的鳥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的興奮 每隻鳥都認為自己是最漂亮的 你也想要參加喔 可惜牠選的是鳥呢 這個這時候 孔雀就展開了牠的尾巴說 怎麼樣 我看起來是最漂亮的吧 孔雀開屏 然後老鷹就很不服氣的說 我是鳥內中最有猛最有力的 只有我才有資格當王 總之大家都為了此事爭吵不已 在想說到底誰才是最漂亮的呢 這時候 有一隻天鵝 就先跳進了磁場裡 先洗著自己的翅膀說 啊 我要先把自己洗乾淨 這樣子才能當鳥王 所以我們平常都要好好的洗澡喔 接著 其他的鳥看到天鵝這樣子 他們也都紛紛的跳進池塘裡 洗身體 然後再用嘴巴來梳自己的毛 阿毛都梳得很整齊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有一隻烏鴉 也加入他們洗澡的行列裡 然後 池塘幫 旁邊的小青蛙 這張大眼睛 在那裡 看著他們在洗澡 這隻青蛙 從小就知道要偷窺啊 然後 那隻烏鴉很認真的洗著洗著 但是 他全身還是都是黑色的 洗不乾淨啊 他就開 他就非常的傷心 看著自己的道理 啊 不管我怎麼洗 我都這麼黑啊 這樣我就永遠都沒辦法當鳥王了啊 過了一會兒 其他的鳥都洗乾淨了 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 就只留下了一隻烏鴉 那隻烏鴉 突然看著地上 每一隻鳥掉下來的羽毛 就像落葉般 掉在地上 他就突然想到 哈 不如我用這些羽毛 來裝扮的話 那我就變成最漂亮的鳥啦 烏鴉開心的撿起地上的羽毛 然後用松子高 將羽毛一根一根的黏在自己的身上 就變成了這麼漂亮的烏鴉啦 這麼漂亮喔 你也覺得很漂亮喔 到了選鳥王的日子了 眾鳥就排在天神的面前 天神指著烏鴉說 你是最漂亮的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鳥王了 烏鴉聽得好開心喔 其他鳥兒就說 你真的是非常的奸詐 居然偷了我們的羽毛 這實在太不可取了 然後所有的鳥都前去 捉烏鴉拿回屬於自己的羽毛 烏鴉被大家捉得片體淋傷 就變回原來漆黑的顏色了 他含著淚 對著一邊嘲笑他的松鼠說 無論怎樣的偽裝 粉飾自己 也是無法瞞過別人的眼睛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做鳥或做人都一樣 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喔 不要一味的偽裝自己 時間久了別人還是會發現的 妹妹你知道了嗎